本案正在执行 各位好 欢迎收看《道德观察》系列节目 本案正在执行 在2016年3月召开的第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庄严承诺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男问题 随后 各级人民法院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坚执行男活动 这其中不乏经典案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会为您播出系列节目 本案正在执行 接下来的几天 让我们零距离地去感受执行男的真实场景 看看我们的人民法院 我们的执行法官为破解执行男付出的决心和努力 这里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起案件的执行现场 场面可谓惊心动魄 被执行人非但拒绝旅行生效的法律文书 面对执行法官的时候 更是撒泼打滚 甚至想要使用暴力手段 这是一场因为公租房引发的纠纷 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一波三折 让执行法官们颇为伤神 如果他有 他趴在阳台上 趴在阳台上 我们就先停下来 我觉得他主动挑战 但是我们担心会有什么意外 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决 要是再不开门 我们要强制破门了 躲在屋子里避而不见的 杀案件的被执行人董某 与之相反的 是几乎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来到法院 找无双法官的申请执行人朱某 你们申请的标的就是要强奸 把被执行人牵出你们的这个新的房屋 八点还是我们想把这法治署 因为也拖了那么长时间 法院判决也判决那么长时间 朱某说 早在2016年6月 法院就已经下达了判决书 董某并不享有该房屋的合法居住权 可董某一直霸占着房子 就是不肯搬出去 为什么现在你们家的房子 反而是他一个人在住啊 他本来的目的很明显 他就是要整这房子 要把父亲签上去 这就是朱某口中提到的房子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一套公租房 房子原来的成租人是朱某的父亲 2004年老父亲不幸因病去世 考虑到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母亲无人照看 朱家兄弟二人决定请个保姆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董某 董某来到朱家后 干活非常勤快 任劳任怨 和朱家人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同在一个屋檐下 渐渐地 董某与朱某的弟弟日久生情 2007年 两人领证结婚 可是婚后的生活 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幸福美满 就搞离婚的时候 他不是打架嘛 因为我们怕就是 两人老是在打架 不怕出人性命 对吧 就是我就跟我弟弟说 暂时我们先在外面住房子 因为这个事情总要解决了嘛 完了以后他就站着房子 他就不敢住了 朱某的弟弟 因为无法忍受频繁的争吵 暂时躲出了房子 原本打算离婚后再搬回来 可没想到这一租就是四年 没办法住在人的 进去 他就是你晚上睡觉 把你身份证 把什么东西都拿走 2015年7月 哥哥朱某召集了房屋全部户籍人口 提出将房屋的成租人 从原来的老父亲的名下 变更到自己名下 大家一致同意 然而变更成租人的事 住在房子里的董某并不知情 因为这房子因为他妇格不在里面 在妇格本里面的人同意 我才能当副主 成租人变更后 哥哥朱某便有想要收回房屋 不再给董某居住的打算 2016年1月 朱某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提出了让董某限期搬离 细征房屋的诉求 判决下达后董某不服 提起上诉 2016年12月 法院最终审查后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我们要到自己的房子 他就在 就哇啦哇啦叫 杀人了 救命 朱某说 自己曾几次上门找董某理论 可都被赶了出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现在没办法 他到此一赖 赖在地上 他说要看兵了 好嘞 在一辈子赖在我们身上 我们对他事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只能通过法院 解决这些问题 申请人这边呢 又强烈要求 对这些人 尽快搬离一个案外系统房屋 但是因为这个 董某方也是矛盾由来已久 董某方多次明确拒绝 我们履行这个 本案判决文书 确定的这个义务 一方是手持判决书 等着收回房子的申请执行人 另一方是坚决拒绝配合的被执行人 有人说了 说你既然是强制执行案件 你执行法官应该依法办事 破门而入 强制腾退 把这董某直接赶出去 不就完事了吗 这又难吗 可是无双法官认为 这事还真没这么简单 如果说不考虑人情 直接按照我的判决文书去执行的话 可能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 会更加简单 但是我们总归还是要考虑到一个 我们这样做了的一个社会效果 经过调查无双发现 被执行人董某在上海 并没有其他可居住地 如果强制迁离 董某很可能会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 与此同时 董某的妹妹 代替董某来到法院 向法官开出了 自己同意迁离房屋的条件 被执行人这边 首先他是有一个 心里有一个怨气在的 同时他也有他自己的租求 但是我们这个被执行人 提出了200万的一个 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价格 或许是因为知道 朱某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所以董某 特意让年迈的母亲 从老家坐车过来 和自己一起居住 就这样 在这个房子里 现在居住着董某 董某的妹妹 和将近80岁的董某的母亲 这给法官的执行 又增加了难度 虽然我们给他进行了多次的市民 同时告诉了他 抗拒执行的法律后果之后 他还是明确拒绝 履行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 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解决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们要凭我们的搜查令 强制破门了 15分钟过去了 被执行人依然拒绝配合 无双法官只能依据 此前准备好的搜查令 及强制执行的判决书 实施强制破门 铁门终于被打开了 眼前的场景 让在场的法官和法警 倒吸了一口冷气 将近80岁的老太太 一个人躺在堆满杂物的沙发上 抵着门 沙发旁边还有桌子椅子 一堆堆的杂物 都是用来阻碍法官进门的 看来看去 唯独没见到那个被执行人董某 董某在哪呢 大爷 出来一下 出来一下 不要挡在这 神尉 看着还想要吗 跟阿姨在里面休息一下 就在这个环境 不要再过去里面了 好吧 阿姨休息一下 为了安抵老人的情绪 无双法官特意安排了专人照顾陪同老人 此时在房子的另一间屋子里 董某和他的妹妹依然在抗拒配合 你不要这样子了 挡着没用的 好吧 无奈之下 法官只好再次实施强制破门 法警破开第二道文 立即对被执行人董某进行了控制 因为他手中正握着一把刀 来 别动 他就用椅子顶着门 他自己能坐在椅子上 一直顶着门 手里拿着刀 然后我从前就把他马上一下拖着 按倒 然后控制住 控制住了以后 我们的统治法门就推开了 你们两个体来害我呀 哪有人要害我都不 放心 没事 你坐回去 回去回去 没关系 您快回去 我们带大家回去法院解决事情 来 真好 现在长泥区人民法院向你宣告 上海市长泥区人民法院 拘留决定书 不要这样 在这个过程中 董某不但奋力反抗 偶尔还会说出一些专业的法律术语 他说自己很懂法 自己是在你的 正义的 但是执行的法警并不这么认为 他自从完全是懂法 懂法就应该配合我们 事后 对于当天自己抗拒执行的行为 董某是这样解释的 那天我们现场执行的时候 刚进去的时候手里拿着把刀 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想至少 那天怎么想着把你妈放在大门口啊 怎么想的 我没有想到 考虑到被执行人董某的反抗情绪 如此坚决 无双法官实在有些放心不下 回到执行局后 他顾不上休息 赶紧和董某的弟弟取得了联系 希望家属可以好好劝劝他 第二天一早 法官来到了社区局委会 约见了被执行人的弟弟 可对方的态度 令无双大失所望 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态度 就还是不配合法院执行对吗 那当时不是说我不配合 可我没关系 我已经表态是那个老林 他就在这区域的条件情况下 还是不懂 执行的时候 两姐妹就把自己的母亲 推在最大的大门口 直接面对我们的执行人员 到今天 不管他们说什么诉求 什么不合法不合理的诉求 都说是她的母亲说的 跟他们自己无关 从这两个行为 我就认为这家人的子女 实在是连一个最基本的 对父母的孝道都做不到 但是他们做不到 我们法院在我们的执行过程中 肯定还是要考虑 这个老太太的合法权益 当天下午 无双法官再次找到了 申请执行人朱某及朱某的弟弟 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配合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案子 能够首先你们拿回房子 对不对 首先你们的权益落到实处 同时呢 他这一边 我们也希望能让他 不管是在心理上也好 还是在他暂时的一个 短时的生活上也好 对他能有一个适当的照顾 对不对 你们两个整国也是夫妻一场 最终在法官的劝说下 朱家兄弟俩都同意 提供一些安置董某 后续生活的解决办法 我是尽量配合法员 对吧 所以说他搬出来 暂时没地方住 我们安排他 找个地方给他租个房子 对吧 只能说临时的 在得到了申请执行人的配合以后 法官再次联系了 被执行人的家属 经过耐心沟通 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意识到了 继续抗拒执行的后果 态度也缓和了 你们现在准备怎么样 我们能找的都找都打爆 行 那我希望明天 我们顺顺利利弄完了 尽早弄完 好不好 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无双法官特意来到 上海市徐会区看守所 了解董某的情况 虽然董某的态度 并没有想要配合的意思 但细心的法官 还是发现了 事情有转机的可能 说吧 什么东西 我让他们帮你提前收拾出来 床底下 一个白帘一揭开 塞成这样 我妈就说我得塞成这样 还有吗 董某的情绪渐渐平稳了下来 强制千里的当天 无双法官带着申请执行人 同意退还的金手势 及一些补偿金来到了房子 感谢你们今天配合我们法院的工作 这样 这是昨天 交到我们法院的 你们昨天之前说的手势 只是你们提出来了 我们得申请人做工作 让他拿回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申请人自愿给他的一点补偿 就是想然后我们天走一天劝他 在双方当事人的配合下 法官进行了财产清点 并将钥匙交还给了申请执行人 对 这圈子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 然后把您交的儿子就认出这个照顾 好吗 行 照顾好身体 虽然多次沟通后申请执行人朱某 为被执行人董某提供的短期住所 以及照顾老人起居的保姆并没有用上 但无双法官说 这些都是在强制执行前必须准备好的 考虑到被执行人家属的配合度较高 法官决定还是让董某的家人 带他回家好好劝说 当天晚上 董某和家人一同坐火车回了老家 从此开启了新的生活 我们执行相当于是法院审判的一个终结 如果你真的把他的权力 落到实处的时候 当事人那种安心才真的是 让我们也感觉舒心 让我们也觉得安心 董某一直说 说他懂法 了解很多法律知识 这叫懂法 奋力抵抗 以死相逼 然后通过自残的方式 阻碍法官执行 这叫懂法 他指的那个法 那是建立在自身利益上 为自己的想法 不是真正公平公正的法律 即便是面对这样的被执行人 处理这样的强制案件 执行法官在考虑保护好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 也会一视同仁的对待和考虑 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尽量地做到案结 事了 像无双这样的执行法官 全国还有很多 他们在执行工作当中 给当事人带去的不仅仅是 判决书的落实 还有法律之外的温暖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 本案正在执行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